接下來第八場 第八場是跑三班千六 這組很壯大的馬都多 有六隻馬,有三隻大帽子 配備轉變六號馬的快博 初大頭罩 先看這隻一號馬的家寶神駒 他在賽前亦曾經停過操練 但我自己看他上一課正常場地跳 我覺得這隻馬稍稍好一點 但我相信這場仍未成功 先看著 好,接著是一定美麗 這課是四號試跑 不過這隻馬都很奇怪 施閘也是慢 接著又不換腳 總之好像在後面隨隨跟跑 都不知想怎樣 對,這隻一定美麗 有點像昨晚跑過的旋風飛影 神之水滴那些馬 大概都是同期的,都是那些伊布馬 這些閘都叫做給大家看看 又是一些小小變化場地 前面走掉了 第二位繼續都是按住 全面都沒有太大的轉變 那隻紫色衫就是揚明天空 它在一個包尾位置 你說它很差又不算 就是這樣跟回來 沒有給你看 是烈火進馬的外面追一下 都砌了一輪 你說這個大閘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沒有什麼 好了,再看就是這隻赤馬洪峰 其實它是遲了少少復貨 不過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精彩勇士那類型的馬 不過都狀態挺好 不過你現在要考慮沙填場地 這隻就有三歲的特別美麗 我相信它應該下季的成就會再好一點 現階段它就不是說有很明顯的轉變 上千六,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 不過排了外檔 連連歡呼 又會不會是縮了後面跑 還是怎樣又會追一追 我想情況都很大可能是這樣 這個是說跑法的 這隻就快博,這次用了中逆禮 印象中賀賢不是太多用這位建築生 這隻馬都考慮它 因為我覺得操控上 它都不是一隻容易搞的 它有些搶口 有沒有馬走呢?赤馬洪峰走 好了,接著就是亞洲騰王 這隻,我覺得它三班 這隻馬都不會吃虧 你不要看它低班這樣贏上來 又是,長期都那麼適合 這隻馬 接著就是信心之選 這些大為上都是一隻令人失望的馬 我想跟他健康有一點影響也不一定 樂圈度步都還可以在神態上 好了,再看自由營 你流了鼻血就要搏很多東西 他是一隻很好的馬來的 的確,開步一向都說它很低,很貼地 是流過鼻血的影響 這隻馬近期我都覺得它跳是精神的 不只是這次,其實雙癡初遲 我都這樣覺得 這次一出的牌位做了個十三檔 這些就變相信心沒有那麼大 就變成了四重彩的配角 好了,會不會又可以擺在前面走 而控制到那個形勢呢 我剛才說就是譬如赤馬雄風走 金寶,今次再給你王志願跑 會不會出到閘 這隻就是領頭先驅 它是一隻很削身的馬 很細顆,腰部不是很撞的馬 它的僵口也不是一隻易操控的馬 因為它的習慣就是喜歡噩頭 好,聚風運,一扣得緊一點 它是這樣也不是很奇怪 其實已經算是操控,算是這樣的 不過就這次相隔兩個星期跑 跟之前頭夠來跑,又好像差一點 這隻三歲馬 但是有些大象之風的赤兔後望 早上出得很鎮定 這些馬越跑越好 來到第八場了 三班的千六米 當然了,這組我覺得從狀態角度來講 都不是很容易分到高低 所以我就選一隻半冷門給大家參考 就是這隻安仲 它是一隻似乎是貴初和貴美馬 很多時候你看它的菜籍都是 貴初可以,中間又不行 去到貴美又會好一點 近期挑戰馬這隻安仲多醒神 冷冷的,不妨大家拖一下3344 其他好狀態的馬我覺得都很多 譬如好像十四、赤馬雄荒 甚至七號馬的亞洲騰王 都是早上見靚的馬 賽事形勢 我想就交給大家自己去量度清楚 因為時間實在緊迫 說不到太多東西給大家聽 我會留意走勢的馬就是一號馬的家寶神區 我不知道它到底的料子有多少 但在神操 我覺得它慢慢好些 適應一下水土 看看落到牆會不會接近一些 我剛才也說過 赤馬雄荒 金寶兩隻馬應該會是前置的機會大 金寶就前一次因為王志雲跑出閘慢了 結果上次換了人就可以搶到在前面走 你覺得它是賺盈勢去贏的 我都有這樣認為 但這次情況也有可能是一樣都可以的 但我再看看那隻14號的赤兔猴王 其實都是不錯 三歲很快已經贏1400 背過兩場都130磅或130磅的樓上 他都落場跑過 上一次是有少少形勢不太造就 現在六十分馬 四班1400是健康之星 他就上來跑1600 不要緊 因為他一早已經贏1400 來到歸尾 你是吃年輕、吃輕磅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充分 你看到罗富泉有隻贏泥地 已經輕磅形勢 好像是晨操回來都可以贏 赤兔猴王跑1600 應該可以更加主動 我覺得賺這些形勢 希望他可以得到 其他剛才阿康所說的10號的安重 我都覺得應該要拖 因為之前這日馬跑濕地是完全不行 但上一次之前跑過 都說突然之間又跑得這麼好 因為神速裏面是很好走勢 我都覺得是難碗可以拖 其他就真的臨場再看 第八場賽事都跟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2010年 健康 餐廳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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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 22年 本地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